美国股指周一4月11日开盘走低,受高增长股票拖累,因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,周二公布的通胀数据可能支持美联储采取更加鹰派的立场。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下跌90.9点,跌幅0.26%,至34630.27。 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下跌25.6点,跌幅0.57%,至4462.64,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下跌163.7点,后1.19%,至13547.293点。